我们要和妈妈老师 一起看球 一起学习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妈妈老师 小朋友们 你们是不是都有玩过 一种叫做捉迷藏 或是躲猫猫的游戏 玩游戏的时候 你要躲起来 让别人找不到你 那如果你听到其他小朋友 要来找你的时候 你也不能出声音 噓 要很小声 不要让其他人找到你哦 好玩的是 其实不是只有你们这些小朋友 会玩捉迷藏耶 你们知道 动物也会玩捉迷藏吗 但是 对于动物来说 玩捉迷藏 不是一种游戏 而是它们保护自己的方法 不同的动物 会用不同的方法保护自己 那有一种方法 叫做伪装 伪装 就是藏在它的环境里面 让其他的动物找不到 那你可能会问妈妈老师 它们是怎么伪装的呀 有一些动物 会用身上的条纹 斑纹或毛 帮助它们藏起来 有一些动物 会改变自己的形状 还有一些动物 会用保护色 让它们身上的颜色 和周围的环境 变得很像很像 这样子 它们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那这种动物 把自己伪装起来的能力 英文就叫做camouflage 那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看看 有哪些厉害的动物 有伪装的超能力 各位小朋友 我们一起来观察 诶 这是一片树叶吗 可是这片树叶怎么会走路呢 它怎么会自己动 诶 太神奇了 那 这是树枝吗 怎么连树枝也会走路 怎么连树枝也会自己动呢 其实 这不是真的树叶 也不是真的树枝啦 这是一种 叫做竹节虫的昆虫 竹节虫 是伪装高手 因为竹节虫 它长得 就像是一根树枝 或是一片树叶一样 所以它躲在树叶里面 很难被发现 那这样子 其他动物 像是想要把它吃掉的小鸟 就找不到它了 是不是很聪明呢 那竹节虫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种类 有的 有的 长得像绿色的树枝 有的 长得像咖啡色的树枝 还有的 长得和绿色的叶子一样 聪明的竹节虫 它会根据不同的环境 来做伪装 各位小朋友 你们觉得 如果你和竹节虫一起玩捉迷藏 你有没有办法找到它 另外 也有很多会伪装的动物 是住在蓝蓝的大海里 有一种动物 它很会伪装 它叫做笔木鱼 笔木鱼长得扁扁的 它可以把自己藏在沙子里面 好玩的是 它会随着环境变颜色 所以 如果它的环境很亮的话 像是太阳照到水里面 那它就会是一种颜色 可是如果它的环境很暗的话 没有那么多阳光 它又会变成另外一种颜色 各位小朋友 你们一起来看一看 你们找得到笔木鱼 藏在哪里 躲在哪里吗 那除了笔木鱼 有另外一种动物 也是伪装高手 它叫做豆丁海马 它叫做豆丁海马 因为它的身上有一颗一颗像小豆子一样的小凸起 这让它长得跟珊瑚 很像 所以它躲在珊瑚里面 其他人都找不到它 不过 妈妈老师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很会伪装的海底动物 就是章鱼了 有的章鱼 它会像笔木鱼一样 它会随着它的环境变颜色 可是更厉害的是 你们知道有些章鱼还会改变它皮肤的质地 就是它皮肤感觉起来的样子 那像你们看这只章鱼 你看过去 它长得是不是有点像一块石头 这些动物是不是太会伪装了 在大自然里面 有很多动物都有保护色 或是它们会用伪装术来保护自己 那现在 妈妈老师可以跟你们一起玩一个游戏 就是你们仔细看这些图 你们有没有看到动物藏在哪里呢 你们有没有看到原来有一只猫头鹰在树上 那这里 你有没有看到一只雪狐走在雪地上 这边你有看到是什么动物吗 原来是一只黄花蟹蜘蛛 然后它在一朵黄色的蒲公英上面 各位小朋友 你们今天是不是学到了很多关于保护色 还有伪装术的小尝试呢 那在最后 妈妈老师就来问你们一下 考你们一下 因为你们都超级聪明 你们还记得 动物为什么要伪装自己呢 是因为它要躲起来因为它在玩捉迷藏 还是因为它要躲起来它要保护自己 还是它就觉得很好玩呀 因为它有神奇的魔法 到底是为什么呢 对了 你们讲对了 是因为它们要保护自己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咯 谢谢各位小朋友和妈妈老师 一起研究动物的伪装和保护色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各位小朋友 希望你们喜欢妈妈老师帮你们做的小短片 如果你们对其他的主题也有兴趣 欢迎你们请爸爸妈妈或是家里其他的大人 透过妈妈老师的脸书或是email跟妈妈老师说 各位大人 我们接下来每周都有新的影片更新 那也麻烦你们帮我们订阅和分享哦 Thank you so much Bye